香肠蔬菜蛋披萨 简直,健康又好吃 简单做法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准备材料 半粒包菜,切丝 倒入碗中,清洗 洗净后,沥干水分 把沥干水分的包菜倒入碗中 加入适量的黑胡椒粉 打入两粒鸡蛋 混合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盐 混合搅拌均匀 倒入已铺好烘焙纸的模具 放入烤箱,以200度烤10分钟 一条小黄瓜,刨丝 半条红萝卜刨丝 放入烤箱 洋葱洗净切丝 香菇洗净后切片 两条香肠切小 热锅下洋葱 不需要放油 加入红萝卜和黄瓜 红萝卜 香菇 适量的盐 稍微炒一下 可以出锅了 倒入100克的牛奶 打入一粒鸡蛋 加入黑胡椒粉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加入蔬菜类 搅拌 倒入包菜类 加入香肠 少许黑胡椒粉 少许黑胡椒粉 放回烤箱 以200度烤15分钟 香肠 蔬菜蛋披萨 喜欢吃芝士的朋友 外皮可以加芝士粉 脱模 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都喜欢吃 做法简单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